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着观众朋友 继续发现德州 探访历史超过百年的牛仔牧场 现在有一场牛仔秀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位牛仔 已经骑上了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要示范 怎么样来照顾牛之吧 来到地球上最接近外太空的地方 NASA太空总署 一窥火箭发射器的全貌 与历代的太空人们 所最亲密的接触 这个是1969年 当时的太空人登陆月球时 他所穿的衣服 飛越大夕阳前进摩洛哥 在北非的白色天堂 卡萨布兰卡 体验电影情节中的热情与浪漫 摩洛哥它是一个多民族 组成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文化非常的精彩 尤其它经历过好几段的 殖民文化 深入马拉克时的 大区集搜集探秘 所有的精彩内容 都在今天的发现北纬30度 今天除了大太阳 天气非常好 神奇一口气 你有没有闻到青草的香味 嗯 有那么一点点 还有牛的味道 还有牛的味道 OK 看看这四周啊 就是很传统的这种 美国农村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看起来非常舒服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 是乔治牧场历史公园 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称为历史公园 当然年代久远 最主要是什么 要来看看牛仔怎么生活 OK 而且今天听说 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活动 哇 很期待 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继续再说 走 你好 你好 Jennifer 你好 很高兴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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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你带来 是的 欢迎来 OK 那我们就跟着 珍妮佛进去 她今天会带着我们 好好的逛一逛 牛仔是德州 给予外界的鲜明形象 也造就地方的独特风情 位于休士顿的 乔治牧场历史公园 占地两千三百公顷 已经有超过一百八十年 的历史 见证且传承了早期的 德州牛仔文化 我们的行程就从务场内 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开始 金兰务场 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 一间老房子 那这老房子 就是应该是 它第一个家族 就是Jones他的老房子 那这房子有个 很特别的名字 叫奔狗屋 所以奔狗屋 这个怎么翻译呢 我直接翻译叫 狗屋房子吗 它叫狗屋房子 OK 那为什么叫奔狗屋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它设的中间的通道 就是要让它通风 那结果呢 这个小狗就会跑来跑去 所以就叫奔狗屋 奔狗屋建于1830年代 是农场的创建者 琼斯夫妇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屋子虽然小 但该有的家具 一样也不少 只是这样的空间 能住得下琼斯夫妇 连同八个孩子吗 当初的琼斯家庭呢 是一个大家族啊 这一户人家 大概有十几个人 我刚刚敬爱的房子 想说这房子那么小 怎么住得下 其实当然 它还有楼顶哦 哇 看了一张大床啊 有点想躺 但是呢 别人家不要乱躺 那看到这旁边 有很多当时的这个提灯 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可能呢 晚上的时候 连个蜡烛呢 就是巡视了他们的牧场 不错 好 我们下去了 走 屋外摆放者 当年使用过的农具 猎枪和推车 因为是木造的建筑 为了防火 所以厨房的位置 在房子后方的空地上 除了奔狗屋外 牧场也保留了 后继三任经营者 各于1860 1890 及1930年代 新建的住家 房设与布局 不仅建筑如旧 在乔治牧场里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身着十九世纪服装 衣服穿得差不多了 那当然跟我的夫人 这张相 参观完牧场内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后 我们来到了牛仔餐厅 准备好好来品尝口味 最正宗的牛仔餐 这餐吃得蛮特别的 因为吃的是牛仔餐 其实之前我听过 它牛仔餐的一些故事 趁这个时候 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那说到牛仔餐 先说之前 先讲一讲牛仔好了 牛仔它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照顾牛之马 那当然牛养一养 要拿出去卖 那常常 譬如说我们在德州这个地方 养了牛 那其他之后人要来卖 但并不是他们来卖 然后自己把它带过去 而是由你送到某个地方 去做交易 那从这个地方到达车的地方 或交易的地方 往往都在距离不近 大概三百英里 那三百英里 这牛平均一天 大概走十一英里 当然 你在这个 赶牛肌的过程当中 你肯定也不可以 让这牛走得太快 甚至是跑得起来 为什么呢 我猜猜看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牛如果它沿路 都一直跑一直跑的话 它全身的肉 会变成硬缝缝 一纯缝的肌肉 那这样尝起来就没那么好吃 所以要让它是边走 边吃 那牛仔呢 他最主要工作呢 就是雇佣 他也没办法去兼顾到说 我可能到哪边 我会讲究说吃东西啊 吃得多好或怎么样 他只能带一些 不会坏掉的干粮 那后来呢 有某一个人呢 他发明了一样东西 他觉得说 这牛仔这样子太辛苦了 然后你同时要兼顾牛吃 还要顾到自己的三餐 这样太辛苦 太累了 所以呢 他想说啊 为了提高这牛仔的效率 让他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他就顾了一名厨师 然后呢 这个厨师呢 他驾驶了一台旁车 载着很多的食材 赶在这个牛队之前 先去啊 帮他们炸银 并且呢 准备他们的三餐 那所以这牛仔呢 这每天啊 就会有一种期待 期待说今天晚上 你可以吃到什么好吃的料理 那厨师也很觉得 他虽然带来这个食材 但是呢 很多啊 肉类的这个食材呢 他是啊 看到什么 他就打什么 也就是打力来的 所以呢 今天会吃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不一定 而且呢 这些牛仔 他们也不会去问这厨师 今天究竟要煮什么菜 好 因为呢 吃就对了 好啦 这就是我们的牛仔餐 白带眼前 我们要开始吃了 我已经在吃了 我知道 刚才算你一直吃 好吃吗 我说我也会到这里了 那其实这餐呢 当然说是牛仔餐 那他这个牛仔餐呢 就是特别是为过年来准备的 那所以呢 刚刚这个燕有跟我分享 他说上次呢 这饭里面呢 加了一些豆子 代表就是什么呢 好运 那另外呢 青菜 还有这个绿色的叶子呢 就代表的是钱 然后他们呢 在这一餐呢 他们不吃鸡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鸡啊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是边吃边倒退 这样子不太吉利 所以他们就吃猪肉 因为猪呢 是一直往前吃 一直往前走 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好啦 趕快吃 原来牛仔不是餐餐都吃牛排 这倒是颠覆了我原先的想象 填饱了肚子后 我们来到了牧场 刚好赶上正要上演的牛仔秀 虽然只是简单地圈小牛表演 不如电影里的场面 来得威猛浩大 但却也真实呈现了 牛仔的平日工作 在离开牧场前 我特地多留了十分钟的时间 雪牛仔叼着根枯草 轻松地躺在牧草堆上 呼吸着只有在德州牛仔牧场里 才闻得到的特殊气息 最后一个人搭上了电车 来到了市区 闷无目的地走着逛着 沉迷在孤单之中 享受着一个人的平安夜 一个人的旅行 百利大道 企业街 刚刚经过路口的时候 我看到上面的路牌很好玩 好 值得这条叫做百利大道 或者那条叫企业街 为什么这边会有中文的路牌 其实说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中国城 这个跟我印象中中国城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电影 或者一些影集看到的一些中国城 它可能会有个大大的牌坊 里面有很多华人开的一些餐馆 或者是商店 但是你看看这里的中国城 它的规模真的很大 为什么有这个路牌呢 就说到当时有很多台湾人 台湾商会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 在那边落地生根 在那边做生意 那当有聚一定规模的时候 他们就对这个当地政府提出了申请 然后希望可以把他们 画上中国的路牌 因此就有这样的一个路牌 后来据说很多外国人 他们来到这边 像韩国人 还有越南人来到这边 他们也想如法炮制 打造出他们专属的一个区域 那所以在这边除了这个中国城之外 还有韩国人的区域 还有另外有越南人 他们生活的一个环境 之后有机会再带大家去那边 走走看一下 好啦 刚刚我这样过来 我也看到了一个蛮特殊的情况 其实我们知道这美国 它很多大的十字路口 通常设置都是一些加油站 或者是商店 但是我看到这边竟然都是银行 可是为什么会有银行 我们知道华人做生意嘛 真的每天经营出有很多资金 所以为了方便他们存钱 于是这边盖了很多的银行 而且据说有好几间都是... 你好 台湾人盖的 嗨 好啦 今天你就约我在这个路口 是怎样 这样比较方便可以看得到就是了 对啊 你已经看到很多中文字了 对不对 很多路牌 对 其实就是最近这两年开始才这样的 之前我们的路很窄 大概就是这样一条过去 然后一条过来 OK 对 然后最近这两年它路开始一直修 一直建 然后变得现在我们的车子也真的很多 然后还会塞车 是 对 真的我觉得道路规划得非常好 而且很宽敞 对 因为我们人真的越来越多 太多了 其实我们昨天在联系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今天好想要带我 就是逛逛这种过程 对啊 好啊 那走哪个方向 走这边吧 走这边 好 走 由于今天是圣诞节 所以中国城内多数的商家没有营业 显得有些冷心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家 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面包店 买了一些甜点 到休斯顿南侧的赫曼公园 和TED碰面 我看到他了 就坐在那边 而且很乖 今天还带一个名字 TED 哈啰 嗨 又见面了 要见面了 是啊 等很久吗 还好 我才刚到大概五分钟吧 五分钟 OK 好 诶 我跟你讲 我想说来公园 是 来野餐 对 所以准备了一些 刚刚我们去面试验的 好丰盛啊 交给你了 这是你的了 哇 没问题 没问题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赫曼公园 赫曼公园 但也是TED跟燕 都有同时推荐的 他说这个是 休斯顿南人一个休息的场所 平常假日或平日有空的时候 就来到这边 站站步 散散心 听说这个公园很大 好 我看了这资料说 是什么台北市大安公园 七到八倍那么大 而且这公园也很不一样 因为里面好像有很多 很特别的设施 所以吸引我的部分 不要笑我 小火车 对不对 刚路上一夜就跟我说 那个小朋友才会坐 可是我刚刚看到小火车 我就很兴奋 就想要坐 我们现在在这边先野菜吗 吃一吃东西我们在出发 还怎么样 好啊 好是不是 是 然后对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女朋友 对 她叫 安倍 安倍 平芳 是 是 好 那你要好好照顾人家 不然到时候 万一没有在一起以后 播出会很尴尬 好啊 好啊 那个 好 那欢迎加入 OK 让人多热闹 所以你喜欢坐小火车 赫门公园是最受休斯顿当地人 欢迎的综合型公园 也是日常活动的核心区域 除了小火车之外 最吸引我的就是橡树群 公园内约有八千棵橡树 其中有一千五百棵 特别壮大 已有九十一岁的高龄 野餐过后 马上开始我最期待的 小火车之旅 火车骑到了 真的 觉得好兴奋啊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小火车啊 来之前当然你得要做点功课嘛 怎么能来到赫门公园 漫无故地 就只是沉沉草 啪啦青而已 对 那当然知道它里面有很多项目 那其实这一次出门呢 我特别做了一些准备 就是有一些愿望清单 那其中来到这个赫门公园呢 就是想要坐这个小火车 因为我想说坐小火车 在公园里面 传说在这个树林间 已经很漂亮 对啊 对 虽然现在记起好像有点不对 因为偏的是比较冬天一点 如果秋天来一定会更漂亮 对 有没有觉得坐这小火车 然后速度慢慢的 就这种风吹起来的刚刚好 可以睡午觉的感觉 OK 好,那你睡吧 我要看风景 虽然就是当然你看 你坐这小片 你看每个人上的车 就觉得好像找回自己的那种赤子之心 然后每天坐在这种小火车上面 我们就很像进了那种 儿童乐园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啊 全部都感染那种欢乐气氛 尤其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 圣诞节 对 很应景 对 因为今天就是圣诞节 太棒了 好了,说到圣诞节 晚上好像有个派对要去参加 对啊 要去一个朋友家 非常期待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在台湾的时候过着圣诞节 那其实也懵懵懂懂了 不知道圣诞节究竟要做什么 毕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个节日 那不过这回真的是在美国当地 真的可以感受到当地它怎么样去过节 了解一下 我觉得应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 好 所以带我去 好 好 好 虽然嘴里说着非常期待 台湾其实很不一样 我就觉得台湾人比较害羞一点 对 对,但是台湾人很有人情味 这里的人是非常的热情 然后会很欢迎你加入他们 对,然后都会让你觉得 好像是不是有点太过热情了 或自己有点开始害羞起来 对,其实不会 对,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去人家家里 说你不用太紧张 对,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热情 喜欢招待客人 是 很喜欢交新朋友 认识新朋友 对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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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谢谢 你好 好,来 圣诞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 我们依照计划 一早就登上了渡轮 来到了以豐富生态 和湛南海水出名的墨西河湾 上了船我就觉得非常地兴奋 我不知道你搭船会不会很开心 有耶 真的很不一样 我第一次坐 是 然后燕跟我分享 他说搭船都会晕船 不过这种船 我相信应该不会晕吧 其实我平常会晕船 但是这个我真的没感觉 对,因为它的船够大 可以载着车子 所以非常地稳 对,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搭这样的船 以前在土耳其曾经搭过 在中国也曾经搭过 这回应该已经是好几次了 不过每次搭上这种船 都觉得很好玩 尤其为什么要搭船 最主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盖维斯顿岛 它这样区域的一个环境位置 盖维斯顿它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地心 然后它也是就是休士顿出海口 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图位置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不管是在军事方面 不管是在商贸方面 都很重要 好,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了 走 虽然太阳没有露脸 海上灰蒙蒙的一片 但丝毫不影响我亢奋的情绪 因为疗坏的视野 因为心也看到了大嘴皮肤 也因为对接下来形成的期待 出发了 走 上了岸后迎接我们的许哈雷车队 感谢休士顿台商朋友们的热情接待 弥补了我在66号公路上 没能乘上哈雷机车的绝案 坐摩天轮 骑旋转木马 然后再回到海边分享陌生人 钓到大鱼和抓到大螃蟹的喜悦 今天绝对是我这趟来到美国 最放松的一天 导演 好了没 脚有点酸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不是学小狗撒尿哦 我是在太空中漂浮的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素食店的门口 为什么来到这儿 不是要来介绍这个素食店 到底好不好吃或饮不饮 而是你看看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太空人 而且全世界大概只有这家素食店 上面有一个太空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接近NASA 美国太空总统 不知道观众朋友小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梦想当个太空人 然后到太空去 那说句老实话 我曾经有 不过现在年纪有点大了 不太可能变成太空人 但是呢 对于太空的热情 丝毫慰慰借 所以现在要去NASA 我非常的兴奋 准备好了吗 走 休斯顿 我来咯 好了 表演了 脚痠了啦 走了 出发 走 1958年7月29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 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法案 NASA因此创立 并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找到地球外的生命为寻命 成立至今已完成了多次太空任务 对航太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进到太空中心 可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外面已经逗留了超过半个小时 因为看到整个太空梭就觉得太兴奋了 而且走进一瞧你就觉得 这太空梭比你想象中还要大 而且大很多 看看它上面的构造 上面有全部都是黑的 我想说它为什么 下面要贴上这个黑色胶带 其实当然不是 下面的材质是用桃子做的 最主要是做什么呢 猜猜看 其实是要防火隔热 其实这种太空梭 是在1960年代就已经发明了 当然现在更先进 而且更漂亮 舍不得离开这边 好了 走 进去吧 进入园区后不能随意行动 必须依照规定搭乘油圆车参观特定开放的船馆 沿途我们参观了训言室 控制中心 接着就到了我最感兴趣的火箭公园 公园的草皮上停放着两枚火箭 这两枚火箭曾经将人类送上太空 如今已攻城身退 摆在一旁的巨大机械就是火箭的发动机 而多次举行阿波罗计划的土星五号原型 则摆放在特别搭建的大棚里 刚刚一进来看到这个火箭第一眼 就是这个太空舱的过程当中 没想到舱里没有了氧气 讨生门来不及打开 就三位执行任务的太空人就这样罹难了 现在所有人说到这个太空计划 最记得的一段就是在第十一号任务的时候 因为这是首次人类登陆月球 来看看旁边的这位 这是鼎鼎大名的阿姆斯壮 他那时候登陆月球呢 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呢他的小步呢 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看看那一步在哪里 就在这里 而且你可以看到 当时休士顿控制中心呢 可以想见的就是 欢呼啊 除了欢呼啊 就是只能在欢呼 真的是太兴奋了 这一刻真的是 历史性的一刻 土星五号又被称为农省五号 高度110.6公曲 距禁10.1公曲 重量超过3000公顿 是历史上最巨大的火箭 从1967年到1973年间 总共发射了13枚 1969年举行的阿波罗11号任务 成功的将阿姆斯壮等太空人送上月球 用的就是这一型的火箭 因为参观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火箭公园 不过不舍的情绪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游客中心内丰富地展出内容 马上让我兴奋了起来 我们现在进到了一个游客中心了 这个游客中心很特别 它展示了很多像太空舱 还有驾驶舱这样的一个模型 除了这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会让我觉得还蛮兴奋 然后看到会觉得很惊讶的东西 譬如说像这边成立了几套太空服 像是那一套呢 它是1969年 当时的太空人登陆月球时 他所穿的衣服 那这个呢 是在1981年 那像这件呢就是1984年 是比较近期一点的 然后你发觉它每一代的衣服设计呢 都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但是你看看呢 哇 这每件衣服上面 都还有这个历史的痕迹 其实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东西它曾经上到月球 甚至它的鞋子呢 也曾经踩在月球表面上 对于曾经拥有过太空梦的我来说 进到这个太空中心 真的有走入宝山的感觉 这太空人在洗澡 接下来可以就要带着观众朋友们 到太空梭内 好好的参观参观 我们看到这边呢 有个洞口 这是驾驶舱 观众朋友会很好奇说 那这个地方没有楼梯 你要怎么上去 各位 在外太空的时候是没有中立的 轻轻一拉人就飞上去了 第一次 那么接近 虽然它只是让人家参观 但是来到这儿 你不没想象说 如果你是太空人 在那边操作这太空船 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 经常出现在电影发明中的 控制中心 帮助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载具 NASA的一切 真的让我开了远界 除了兴奋和感动 也默默地告诉自己 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再来 离开了太空总署后 我们来到了休斯顿最有名的牛排馆 用完美世界的德州牛排 为我们这次的美国行 画下完美的句点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着观众朋友们 前进北非的魔幻国度 可以看看这薄荷茶 这里面真的是满满的薄荷 而且感觉这个叶子挺新鲜的 T.A. 马拉克什的红色繁华 和卡萨本卡的白色浪漫 进了城门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新城区跟旧城区 这感受上确实很不一样 有人说马拉克什是摩洛哥南方的珍珠 看看这样的画面 我不会说它是越夜越美丽 但是肯定是越夜越受到欢迎 尤其当这灯一一的点亮 你看空气中弥漫的各种奇怪的味道 当然这些味道都跟吃的有关 内容精彩千万不能错过 世界上有三个国家 同时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西班牙 另一个就是位在非洲北部 位于北纬三十度线上的摩洛哥 对于多数的台湾人而言 摩洛哥是一个既遥远又陌生的领域 这块神秘的土地景观变化独端 有山有海有峡谷有沙漠 有着复杂的历史 也有着存厚的文化 接下来就请观众朋友跟着刻意的脚步 从Casabranca开始 一起来揭开摩洛哥神秘的面纱 现在来到摩洛哥 有个地方让我非常的惊艳 抬头看一看天空 你会发觉摩洛哥的蓝天真的很漂亮 比起南非丝毫不逊色 没想到这北非跟南非的蓝天是一样的蓝 摩洛哥它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文化非常的精彩 尤其它经历过好几段的殖民文化 那我们知道了 说到这殖民势力 进入到了一个国度一块土地 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会尽可能的铲除当地原有的文化 但是法国人当初来到摩洛哥却很不一样 怎么说呢 他们来到当地发觉他们爱上摩洛哥本土的文化 所以他们刻意的去保留摩洛哥的老城区 选择在旁边建了这个新城区 也就是说你今天我是一个游客来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过去摩洛哥的一些传统文化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法国非常精彩的殖民文化 当然法国人非常用心在经营这块土地 所以其实法国人跟摩洛哥这两国之间 这关系非常的紧密 从哪边看得到呢 从我背后可以看到有这个轻轨电车系统 就是由法国人跟摩洛哥人 他们一起合作打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联合国广场 又被称为法国广场 待会我们先从新城区逛到旧城区 好好去感受一下两个城区不同的美丽 一部上个世纪40年代的电影 让这个程序声名大噪 甚至远远超过国家的名气 它就是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 也是商业和金融中心 虽然知道以卡萨布兰卡为故序背景的北非谍影 从来没有到过真实的卡萨布兰卡来拍摄取景 但电影中浪漫的剧情 依然让我对这个程序满怀着期待与憧憬 从新城区的联合国广场 步行到城墙另一边的老城区 只有短短十分钟的距离 却让我有从梦里走回现实的感觉 进了城门呢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新城区跟旧城区啊这感受上确实很不一样 不过唯一不变的是都是卡萨布兰卡 那说到呢这卡萨布兰卡这名称的由来呢 最早是源自于葡萄牙人 他们呢远远来到这个城市 他看到有很多白色的房子就把它称为卡萨布兰卡 意思就是白色的房子 而在摩洛哥这里呢 其实除了白色的城市之外 它还有红色的城市 另外呢还有蓝色的城市 这下旅程呢都会一一介绍给观众朋友 其实来到卡萨布兰卡这里呢 你会发觉 当然同样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很惊艳 很惊喜 但是少了当初要来到这里 寻找这种浪漫的情怀 当然啦感觉是真的很难说啦 说不定待会再逛一逛 在某个转角就会遇到 我要的感觉 期待终归是期待 走了好几个转角 始终没有找到期待中的浪漫 于是我们找了一家露天咖啡馆 坐了下来 试着用咖啡因来冲淡 有点失落的情绪 好喝吗 还可以 是哦 那我还是喝我的薄荷茶好了 对 到了过程就可以闻到这薄荷的香味 可以 可以看看这薄荷茶 这里面真的是满满的薄荷 而且感觉这个叶子挺新鲜的 感觉 闻一闻 这个味道 应该不错 很香对不对 所以呢 我先喝喝看趁它热的时候 好喝 喝到这个薄荷茶让我想到 我们当初在埃及的时候 也喝了这个薄荷茶 对 每天喝 我发觉很多城市都有类似这样的店 包括像是在土耳其 随处可以见 这路边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喝红茶 那我觉得这家店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因为发觉这里的客人 他们全部面上一个方向 就是朝着店外头 就是让人家在那边喝喝咖啡 可以看看风景 对 那当然来到摩洛哥 一定要喝他的咖啡啦 嗯 所以呢 我来吃喝喝看好了 虽然刚刚你感觉上好像欲言又止 其实蛮伤的 怎么样 不错 这咖啡其实蛮伤蛮浓的 说到喝咖啡啊 我不知道 你喜欢喝咖啡吗 还蛮喜欢的 那喝咖啡的过程 大部分的都在想些什么事情 在想些什么 就放空啊 会放空啊 对 其实我发觉了 其实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养成喝咖啡的习惯 去美国喝咖啡 去墨西哥喝咖啡 去土耳其喝咖啡 去西拉喝咖啡 去哪边我都喝咖啡 那每当我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到很多旅行的过程 对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记忆的连结 所以喝咖啡对我来说 它就是回味 那当然不仅回味它的味道 也回味这过去的一些美好的记忆 尤其坐在这个摩洛哥 CASAPRENKA这个街边 喝上这个咖啡 特别有感觉 味道挺浓的 我还是用了薄荷茶 来输出头好了 CASAPRENKA的咖啡和薄荷茶 搭配上小费可爱的笑容 果然有神奇的疗愈作用 迅速地将我有点失落的情绪 给拉了回来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大西洋边的 哈桑二许清真寺 背后的建筑非常壮观啊 其实呢在北美有一座 非常具代表性的标的性建筑 它是自由旅神像 而在北非呢 也有一座标的性建筑 是哪里呢 就是我背后的哈山二世清真寺 那说到这座清真寺呢 就要说说它的前国王哈山二世 那哈山二世曾经讲过一句话 它说它希望在穆斯林世界最西边 造一个巨大的清真寺 而且呢它希望这座清真寺 可以成为北非的标的性建筑 来媲美北美的自由女神像 这座哈山二世清真寺呢 也被称为海湘清真寺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呢 是建造在海面上 据说哈山国王呢 他当时呢 曾经做梦 梦到真主阿拉托梦给他 并授予他来建一座真主的宝殿 而这个殿堂呢 他就是要建在海面上 至于为什么要建在海面上呢 因为啊 这个真主说了 他希望信众呢 在坚实的土地上 赞颂造物主的时候 也可以尽私真主的天空与海洋 而且在可兰经上面呢 也曾经续述了一段 就是真主的宝座在水上的故事 所以就建在这个海面上 非常的特别 我们先进去 带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 要将清真寺建在海上 确实是个伟大的工程 为了实现国王的梦想 摩洛哥举国捐赠 筹措超过五亿美元的建筑资 由一家法国公司承包 动用了三万名工人和技术人员 遗沙填海日夜奋战 经过五年的施工建设 用掉了三十万立方公尺的混泥土 四万吨钢材和六点五万吨的大理石 终于将国王的梦想化为现实 哈桑二世青春寺 从此成为卡萨布兰卡 乃至整个北非的最亮点的地标 走进到青春寺呢 当然第一个感觉就是 很有这种宗教的氛围 一进到里头会觉得非常的宿静 那另外呢 就是整个空间它是非常宽敞的 而这个青春寺呢 跟其他青春寺最大的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就在于它是一个高科技的青春寺 像是它的门是用钛合金做成的 观众或许很纳闷 为什么青春寺要用钛合金来做这个门 最主要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建在海面上嘛 所以呢 如果用钛合金就可以防止这海风的侵蚀 抬头看看上面的天花板 其实是有机关的 因为这天花板呢 是可以开合的 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 它打开可以达到这个通风的效果 试想一下 如果晚上的时候你在那边做礼拜 抬头看看你还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 其实整座青春寺 大部分的建材都是取自于摩洛哥本土 但是有个东西它是进口的 很特别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旁说的这个灯式 是来自于意大利威尼斯 好 我们再仔细的好好的参观一下 金针寺分主体大殿和露天广场两部分 全部占地面积九公顷 可以容纳十万名穆斯林同须礼拜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马拉克什 它距离卡萨布兰卡有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之前在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让我非常的惊艳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称为白色之城 整个城市呢 多半看过去都是白色建筑居多 那这回来到马拉克是非常特别哦 为什么 看看四周的建筑都带有那么一点砖红色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的房子都盖的是红色呢 最主要这房子的建材来自于这附近的土壤 而附近的这土壤刚好都带有那么一点红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 它会红得更加的彻底 现在观众朋友透过画面呢 可以看到我背后呢 有个非常壮观的轩离塔 那这个青春寺呢 叫做库图比亚 那其实这趟来到摩洛哥 有个问题我很纳闷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边看到的这个轩离塔呢 不是印象中的圆柱状 而是方形的 其实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像是我背后这个库图比亚的轩离寺 它建于12世纪 它是第一个把轩离塔建成方形的轩离寺 而这个摩洛哥呢 在建轩离寺的时候呢 尤其在轩离塔的部分 它们都比照这样的格式来建造 所以呢 可以说啊 它是顺利塔的典范 那这位为什么要来到马拉克什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自古至今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像驿站的一个地方 那各地的商人都会聚集在这边 来进行买卖交易 所以这里呢 号称有最大的夜市 不过应该不能说是夜市啦 因为这是从白天热闹到晚上 那听说呢 这个市集里头呢 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里 市集里面好好的收集一下 走 马拉克什位于摩洛哥西南部 亚特拉斯山脚下 在摩洛哥有南方名租的名誉 它是摩洛哥的四大皇城之一 在勃勃鱼的意思是上帝的故乡 它在1985年被登陆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而且拥有全非洲最热闹的广场 随不清的头衔让我对这个城市充满无限的幻想和期待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市集里头了 那其实呢 今天太阳真的是有点大 那来到马拉克什呢 你会发觉它的气温稍微是高了一点点 因为它位在Casabranca的南方 但是呢 这气温同样感到非常的舒适 其实刚刚远远就看到这个卖果汁的摊 我就觉得它的东西摆放很整齐 看起来很干净 果然喝起来这水果也非常的新鲜 重点是很好喝 来到市集究竟要逛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大致的看了一下 我发觉它卖的东西感觉上好像有点杂 这一回来到马拉克什 我立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为什么呢 其实我沿途看到很多人穿着的传统服饰 非常具有特色 而且我满喜欢的 希望待会逛街呢 可以买到一件 而且呢 可以穿着传统服饰来逛逛街 那另外呢 其实来之前我们查了一些资料 摩洛哥呢 有一种灯具也非常具有特色 那我们现在呢 喝完了果汁就要开始逛街了 暂时舍去最热闹的杰马夫纳广场 刻意朝着洒小的巡弄走去 因为经验告诉我 花钱买东西一定要远离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 边走边看边逛边等觉 我们终于在某条游客西小巡弄的某家卖衣服的小店 找到了我想要的传统服装 其实对他们传统服饰真的是非常感兴趣 然后现在进到了一间服饰店 然后我刚刚挑了一间黑色的 那其实他们这个传统服饰叫 Ginobong Ginobong OK好 那我们先来试穿看看好了 谢谢 好 很好 可以我试试吗 OK 看 OK 穿穿看了 虽然已经是三个孙子的爷爷 但老人家对顾客的热情丝毫不减 亲自帮我把衣服套上 而我也在店门口的小空地上 来了一段传统服装秀 怎么样 是不是又潇洒又神秘呢 其实刚刚逛了一下市集呢 这市集里头有很多卖这种灯具的店 这灯具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 Funaver Funaver 最后一个音呢 其实有卷舌 但是呢 我的舌头呢 转的并不是那么灵光 所以念起来有那么一点点怪 不过呢 意思到了就好 那刚刚问了一下老板 老板说这灯具呢 其实是在16世纪的时候 是犹太人带过来 没想到灯具的经验人在摩洛哥这里呢 发扬光大 那看到这灯具 其实啊 基本上它是用纯铜制成的 但是有一些呢 有些人看颜色好像不大一样 就是纯铜外面呢 在杜上银 那最特别的是什么呢 因为它手工打造 所以每一个灯具呢 都是独一无二 好啦 挑好啦 其实我觉得买东西啊 真的就像是在买一种感觉啊 刚进去呢 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灯饰 我觉得它很漂亮 当下就决定了 就问一问呢 这灯究竟卖多少钱呢 卖550块 当然是当地的这个币纸啦 核算台币呢 大概是2000块左右 不过我们也杀了价 大概500块成交 或许呢 现在提在手上 观众朋友看不出它的价值 但是呢 当它点亮的时候 就跟里面那个灯 一样漂亮 纯手工打造摩洛哥灯序 视觉效果不在话下 但却与我没有缘分 因为直到登机返台的前一刻 才发现它被遗留在摩洛哥的某个角落 天还没全黑 但杰马夫那已经是灯火通明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不断涌入 终于全非洲最热闹的夜市 在太阳下山后 完全的沸騰了起来 市值呢 一到了晚上啊 就成了热闹的夜市 那其实呢 看完这样的景色啊 一定觉得还蛮兴奋的 有人说啊 马拉克什啊 是摩洛哥南方的珍珠 看看这样的画面 我不会说它是越夜越美丽 但是呢 肯定是越夜越受到欢迎 尤其啊 当这灯啊 一一的点亮 你看呢 这空气中啊 弥漫了各种奇怪的味道 当然这些味道都跟吃的有关 那今天呢 在市集逛了大半天啊 我觉得还蛮充实的 买了衣服 买了鞋子 也买了蹲具 接下来呢 反倒就觉得这肚子有点饿 其实在摩洛哥有很多在地特色 美食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究竟有哪些呢 待会我们看到了 再跟观众朋友好好的分享 走了 逛夜市了 每到一个不同的国家 总要品尝当地最具特色的料理 跟着味道走 很快的找到了 今天的午餐 在台湾 吃不到的料理 所以我们知道呢 摩洛哥是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最主要肉蛇来源就是羊肉 那当然啦 我们特别在市集里面 选了一摊 由老师傅来掌厨的羊肉摊 那看他卖的是什么呢 他卖的都是羊头的部分 包括有羊蛇 有羊脑 还有各部分的羊肉嘛 对 那像我们点的这盘呢 就是什么都有 对 有羊头 对 那蛮好玩的就是一盘羊肉 然后上面附了一个面包 那怎么吃呢 刚刚看了这个在地人啊 他们会撒上这个粉 那这个粉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啊 就是里面有一些盐巴 那当然还有一些孜然 好 尝尝看 跟之前呢 吃的羊肉有什么不一样 好吃 没想到呢 这羊肉卤的还蛮入味的 那你说这羊 到底它的三味啊 重不重 老实说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吃羊肉 当然就是要吃它这种味道 加上呢 它刚刚还扫上我最喜欢的 滋 然 所以吃起来真的是 很有味道 好吃 那其实说真的啦 就是 吃在嘴巴里 你也不知道自己 究竟吃的是什么部位 那你会觉得 各种口感都有 好吃啊 真的是卤得非常的入味 非常好 虽然有点恐怖 但滋味确实出奇的鲜嫩 而且还会让人胃口打开 所以在吃完羊头后 我们继续在夜市里搜寻 发现了另外一道 也是在台湾吃不到的美味 怎么样 很补 很补 最好是补的味道你吃得出来 好的 我们赶紧趁它热的时候 品尝看看 好 味道蛮特别的 它带点辣 而且这种辣呢 不是辣椒辣 是有点像胡椒那种辣 但是味道又不是很像这个胡椒 感觉加了很多的香料 对 那重点是有点咸 有点辣 但味道还不错 对 那至于这个 蝗牛要怎么吃啊 当然是要用牙签 有点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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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很特别 它还蛮软嫩的 有那么一点点弹牙的感觉 可是呢 这蝗牛肉吃起来啊 其实它味道并不重 都是它这个汤汁的一些味道 就是有一些香料 有带点辣 带点咸 还不错啦 蛮棒的体验 谢谢 好,来,我看一下 喧嚣声、乐器声 闸闸着空气中 各种不同的味道 红色的麻辣客食 果然越演越美丽 可以看到呢 这旁边一旁 全部都是卖烤肉的 而且呢 这每个摊子前呢 都挂了很豪迈的一些羊肉 或者是牛肉